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网络这个女孩大脑很简单就跑去找我儿子 我觉得就这一点她脑子好像也不够成 所以我就看我儿子说你自己要自己首先要自强起来 她当时还不相信我的话 不听我的话 我觉得你重新回到原点 想一想自己今天来是干什么的 您今天来是因为和儿子之间的交流 沟通出现了问题 需要我们一起帮你建立和儿子沟通的渠道和方式 找到合适的方式 还是来想告诉所有人 也让我们帮着你一起证明您对了 儿子错了 这是两件事情 您怎么会是一个对自己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么不自信的一个人 您不相信儿子爱你 您不相信儿子对你有一份深切的感情 尽管儿子嘴上表达出我对你没有感情 如果说儿子不是为了你好 他今天可以不坐在这里 他没有任何必要 没有任何义务坐在这里配合你 他完全是为了你 因为你想来 所以他很勇敢地不仅坐在了这里 听你指责 而且把自己情感的伤疤还挖了出来 他在诉说 尽管他不想说 他是为了你 所以对自己有点信心好吗 可是老孩子还不在 我一直都害怕不是这样 对 一直都心中 他一定冲心 我就不害他不回来 所以你其实 你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儿子远离你 儿子离开你 但是你知道吗 你的这种担心 害怕他离开你的感觉 跟他五岁的时候一样 跟他五岁的时候 他非常担心妈妈离开他的感受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你是在承受 他五岁时的感觉而已 第二点我想跟您说的是 您真的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妈妈 儿子今天好几次想讲话的时候 您反而是把他打断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想 更是 最是您需要听的时候 儿子在家里面没有讲给您的话 可能今天在这样一个结果里面 他讲出来了 您就听到了知道儿子的想法 但是您恰恰又把他打断了 这是您的习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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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